準時收看 古奇藝昂哲的投資朋友 千萬不要忘了 舉起你的手指頭點三下 第一下給老師按個讚 第二下分享給你身邊的投資朋友 第三下按下訂閱追蹤我的影音頻道 行情變化萬千 跟著我決勝彈指之間 歡迎收看古奇藝昂哲 我是專業期權分析師邱宇良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台子期的收盤表現 台子今天上漲36點來開出 最低點出現在早上9點04分 來到16836 那麼最高點出現在接近收盤的時候 來到17027 整個震盪區間總共是191點 而現貨的成交量來到3220億 那麼今天老師下的標題是什麼呢 叫做微量試問 各位投資朋友 為什麼今天老師下這麼一個標題 我們可以看到 在上禮拜五的時候 蘋果公佈了它的營收 是連續三季的下滑 使得整個蘋果股價出現重挫了4.8% 那麼使得昨天上個禮拜五 美國股市全面走跌 而且都失守了月線的支撐 那麼台子的夜盤 也就跟著來開低 那麼今天早上我們可以看到 為什麼今天行情會開高呢 首先你會發現到 在上禮拜五的時候 各位我們台子是出現 開低走高的行情 而且在夜盤 甚至一度大漲了白點 但是萬萬沒有想到 禮拜六早上一起床的時候 可以看到尾盤 這個夜盤又出現一個翻黑的走勢 有很多人問過我 他說老師 台子的夜盤究竟該怎麼去操作 在這裡首先大家要了解到一個觀念 台子的夜盤 基本上它是跟隨著美國股市的波動 那麼與自己本身的技術面跟籌碼面的相關度是相對是比較低的 所以如果你是用日盤的操作策略 把它直接套在夜盤 這時候當然你的勝率就會大幅度的降低 那麼我們可以看到 今天整個行情 早上是出現一個強勢開高的格局 那麼今天開高走高看起來非常的熱弱 那麼市場上有些人在講一句話說 AI已死 但是也有些人認為說 這時候是進場搶便宜的好時機 這時候AI到底是死是活 對我們來講其實並不是重點 重點是呢 如果我們能夠了解到 這個今天整個盤式結構 對我們指數當沖者來講 一天能夠創造的獲利的空間 可能遠遠超過於所謂的標股 甚至呢也不用去冒著所謂 跌停版的風險 所以在這時候指數上下震盪 其實有相當多進場的好機會 那首先你必須要先了解到 今天整個盤式結構 那麼如何快速掌握今天的結構呢 就可以看我們的看盤口訣 穩盤靠現貨公式看期貨 雖然只有短短的十個字 但是只要能夠熟練的運用它 你就能夠比其他人更快更精準 掌握今天的行情 今天早上指數開高之後 首先我們可以看到 把大盤跟台子起來做比較 今天呢兩邊的漲幅其實是非常非常的接近 可是在另外一方面呢 今天電子期從一開盤的時候 就展現了相當旺盛的企圖心 漲幅是領先台子也領先所謂的金融期 更何況呢今天早上一開盤的開盤價 各位還記不記得上禮拜五 台子夜盤是怎麼樣 是下跌的 可是今天卻是開高 表示呢今天是一個積極開高的行情 但是呢我們還是必須考量到 今天盤面上有一個特點 就是不管是期貨還是現貨 一開盤的成交量 都是偏低的狀況 所以綜合判斷下來 今天呢是一個多方控板 但是強度有限 要特別留意盤中的一個反轉的走勢 所以各位投資朋友 如果在每天早上 你能夠掌握到今天整個盤式結構 那麼當行情出現的時候 這時候你就能夠選擇一個正確的應對方式 如果你真的沒有時間來分析這些數據 也沒關係 你只要跟著我進場 每天早上我會在第一時間 把今天所有的數據整理過之後 讓你不需要看盤 不需要開電腦 只要收到我的簡訊 就能夠比別人更快速掌握今天的行情 我們就來看到 今天早上的開盤強勢掃描 可以看到 今天的價量及時分析 在早上9點04分 就已經發給會員朋友 我們透過早上台紙 前5分鐘的成交量 大盤的成交量 期限貨之間價差的變化 還有老師多年的經驗 給會員朋友第一手的分析 今天台紙前5分鐘 全都是成交的3933口 那麼小於5日均量4412口 那麼現貨今天開盤是126億 也是小於過去5日均量的156億 期限貨成交量萎縮波動率下滑 早盤期限貨漲幅相近 而電子期的漲幅領先台紙及金融 顯示多方控盤但強度有限 屬於弱勢反彈要留意短線會偏向震盪 所以各位投資朋友 如果能夠了解到今天整個盤式結構 這時候再搭配我們的指標 你就能夠掌握到今天盤中很好的 進場獲利的機會 那麼像今天早上開高走高 首先第一件事情 開盤的時候一定要做多對不對 你如果開盤放空的話 基本上你只有一路被軋的這種情況 那麼如何快速掌握開盤之後的方向 這時候就可以透過我們的獨門指標 就是我們的預估開盤價 今天預估開盤價是16785 各位投資朋友 這是在每天早上8點45分 台紙期在開盤之前 我們系統會計算出來這個預估價 等到實際開盤的時候 兩個數字做比較 一秒鐘就能夠判斷主力的多空動向 我們來看一下早上的截圖 今天是8月7號 光速指標預估開盤價16785 那麼今天實際開盤價是16859 你可以看到今天的實際開盤價 是遠遠高於我們的預估價 就代表今天多方在開盤的時候 是有相當大的一個企圖心 才會指的今天開盤價 大幅度的開高 那麼我們所公布的時間 是在今天早上的8點39分 所以各位投資朋友 我們的會員每天早上開盤之前 都會收到這個預估價 那麼等到實際開盤之後 判斷出主力是偏多操作 所以今天我們第一筆單 就是在8點45分 16849的地方進場做多 你可以看到今天只要在開盤 做了這一筆多單 而且能夠勇敢大膽積極的進場 今天不管平常在任何一個位置 你只有賺多賺少的問題而已 那麼今天盤視我們已經判斷 是一個偏向震盪 所以必須要留意到中間 所可能出現轉折的位置 我們今天在開盤之前 系統所抓出來一個關鍵的轉折壓力 在哪裡 就是紅色的這條虛線 這個位置是在16885 在今天早上9點鐘就來到這個地方 如果你能夠在8點45分 跟我們一樣掌握到主力開盤做多 跟著來進場16849 短短不到20分鐘 嚴格來講只有15分鐘 這邊一口單到我們的壓力點 各位就有36點的一個價差的空間 那麼在這個9點鐘 我們所預判的轉折點做空下來的話 各位這邊更是5分鐘 就達標了49點的價差 等於是在早上短短20分鐘之內 一口單你就有將近80點左右的價差 那麼接下來行情開始震盪之後 最後在AI表態的情況之下 行情開始往上急拉 那麼在這個過程裡面 如果你想要做空的話 你一定要記得 老師過去跟大家講 在這種大漲的行情裡面 要抓轉折有兩種方式 第一種就是我們盤前系統 所計算出來的壓力點 那麼第二種就是 觀察中間價差的變化 今天如果是價差忽然收斂 甚至轉正 往往都是行情反轉的一個機會 為什麼這樣講呢 各位投資朋友 今天早上基本上都是屬於逆價差 什麼叫逆價差 大盤的位階比較高 台子的位階比較低 如果當行情開始往上漲的過程裡面 大盤已經漲不動 台子還在繼續拉拉拉 甚至轉正價差 這時候就表示台子有超漲的現象 因為大盤漲不動 台子還在傻傻的往上走 這時候呢 只要你能夠掌握到中間關鍵的變化 就有機會空在當天的一個最高點 所以呢今天呢 價差最大的地方在哪裡 各位在這個位置 這個地方正價差瞬間來到正12.36 各位投資朋友 如果你是在事後 就是在盤後去看 絕對找不到這個數字 為什麼呢 因為這是在盤中急拉的過程裡面 瞬間出現 大概只有閃過一秒鐘左右 那麼老師特別去注意到 今天價差最大的位置 出現在這個地方 表示呢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空點 我們今天在10點46分 17010的地方進場做空 你可以看到 這邊空下來啊 又有多少43點的價差 所以今天不管行情是漲是跌 是強是弱 我說這些對我們來說都不重要 對指數當中者來講 你只要能夠掌握到中間價差的變化 還要掌握到當時的盤式結構 搭配我們的指標 每一天都有相當好 非常多一個進場操作的機會 我們來看一下 早上會員收到的簡訊 早上8點45分 8月起指16849附近 市價作多 這就是我們的開盤光速指標 多通光速指標 大數據運算領先全市場 開盤就出手 讓你在起跑點 早上5點台子夜盤休息了 6點一到 每股期貨開始起跑 7點半日經動起來了 8點整 韓股也跟上腳步 透過小稻窮 小SMP500 小納斯大克 日經 及韓國股市 在台子8.45開盤前的漲跌幅度 及近期與台子的連動性加以計算 就能得到台子在8.45的預估開盤價 若實際開盤價大於預估開盤價 代表開盤有明顯多方力道進場 當天盤勢通常上漲機會大 若實際開盤價小於預估開盤價 代表開盤有明顯空方力道進場 當天盤勢通常下跌機會大 市場真正領先指標 開盤就知盤勢強弱 我們的光速指標 是市場上真正唯一的領先指標 我們都曉得做股票 大家都想知道 主力大戶是怎麼操作的 同樣的道理 如果今天你在做指數 賺價差 你能夠在早上一開盤 就知道主力開盤是做多還是放空 這時候你跟著進場 勝算自然就會大幅度的提升 我們再來看到 早上8點39分 台子45分開盤之前 我們系統所計算出來 今天的壓力是在16885 支撐是在16675 這就是我們的旗子當中最佳工具 鷹眼預判系統 每天早上8點35分 勝負已定 掌握鷹眼 掌握關鍵 我們鷹眼預判系統 跟別人最大的差別是 第一個 開盤之前先行預告 所以你可以事先掛單 而不是盤中急急忙忙的進場 第二個 你不需要裝任何的軟體 走到哪裡 都可以收到我們的簡訊 這才是最實用的資訊 那麼第三個 在所有密密麻麻的轉折點裡面 我們挑選出一道最關鍵的地方 讓你可以集中火力 而不是自己看著軟體 然後自己想辦法 去猜哪一道才是最關鍵 所以這樣對你來講 才是一個最實用的資訊 我們再來看到 10點46分 8月旗子 目前17010附近 收訊後試駕做空 這就是我們的 當沖智能指標 多空智能指標 投資朋友是不是常常在盤中下跌的時候 進場放空 結果行情馬上反彈 當行情在盤中急漲的時候 進場做多 結果行情又出現反轉 行情震盪明明不大 卻被拔過來 拔過去 只要有多空智能指標 就能解決你的困擾 每天開盤前 透過系統運算 找到近期成交密集區 與盤中轉折點 透過程式計算出 近日盤中多空關鍵價位 當行情突破多方關鍵點 就會加速上漲 跌過空方關鍵點 就會加速下跌 只要掌握多空加速點 就不會在盤中浪費子彈 讓你掌握更簡單 獲利更輕鬆 那麼最重要的可以看到 點位明確絕不含糊 我們所有的點位 都是當下會員看得到也吃得到 絕對不會有什麼正負10點 或是正負20點這種模糊的callion 那麼第三個 老師每天按照行情來調整 參數跟出手的策略 一般來講我們的智能指標 是屬於順勢的突破策略 可是今天呢 我們可以看到 開盤的時候已經強勢開高 這時候呢 越過了我們的突破架 怎麼辦 沒關係 老師在盤中會找尋 另外好的進場點位 今天強勢開高 直直漲 沒辦法做 我們就找什麼好的空點 所以今天在最高點的這個位置 就是老師觀察價差 提供我會員朋友 多一次進場的機會 所以老師為什麼要辛辛苦苦的 幫會員朋友看盤 因為我希望可以透過我的專業 讓會員朋友每一天進場 都充滿了機會 也充滿了賺錢的這種開心的感覺 沒有富爸爸沒關係 想成為大戶人家 要的是方法 讓旗子成為你最好的金主爸爸 用超精準當充指標 多空轉折全掌握 選擇千里眼波段 把握趨勢行情大口咬 父親節8加8 當充波段一路發 買8個月 再送8個月 全面全面 全面發發發 全面發發 翻身成為富爸爸富媽媽 立即來電 022542 8999 拿優惠 沒有富爸爸沒關係 想成為大戶人家 要的是方法 讓旗子成為你最好的金主爸爸 用超精準當充指標 多空轉折全掌握 選擇千里眼波段 把握趨勢行情大口咬 父親節8加8 當充波段一路發 買8個月 再送8個月 全面發發發 翻身成為富爸爸富媽媽 立即來電 022542 8999 拿優惠 除了早上9點04分 給的第一首報告之外 9點20分左右 有越來越多的資訊進來之後 我還會整理一個 更詳細的多空關鍵 給會員朋友來做參考 我們來看一下今天的開盤強勢掃描 第一個 今天早盤強勢開高電子漲幅領先 金融多方積極表態 那麼第二個 台子未平昌量減 空方動能出現消退 有利短線反彈 第三個 蘋果連三季營收下滑 股價重挫 美股收黑破月線 那麼第四個 自行商連四日賣超台 而且選擇權進空單水位 創下半年多來的新高 結論的部分我們來看到 今天期限或成交量偏低 而且盤中逆價差有擴大的跡象 推升力道恐怕會受限 短線震盪留意盤中拉回 各位投資朋友 如果在每天早上9點20分左右 你也能夠收到我的這個資訊 我相信你就能在最短的時間裡面 充分掌握今天盤面上 所有的多空重點 從現在開始 不用辛辛苦苦的找資料 你只要動動你的手指 打開你的Lite加入我的ID 我的ID是小老鼠SS168 小老鼠SS168 只要加入我的Lite 就算你現在還不是我的會員 留下你的聯絡電話 或是直接打電話進來 助理就會來幫你做設定 早上的時間就能跟會員同步接收到我的訊息 我們再來看到美國股市的部分 道瓊指數我們可以看到 連續三天的下跌 已經來到了月線的下方 不過嚴格來講 它月線還是屬於一個上揚的形態 而且離前面高點所形成的支撐 還有一段距離 所以這只是我認為 是屬於技術性的拉回 技術形態還沒有真正的轉空 那麼可是在另外一方面就要特別注意 納達克指數前面已經出現做頭的跡象 長黑灌破月線 目前也是來到了前波高點 所出現的重要支撐 那麼還有一個地方 我們說它已經是連續三天怎麼樣 落到了月線下方 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都沒有出現過 所以整個局勢整個形態 的的確確有偏空的這種走勢 大家要特別留意 那麼另外我們再看到A50的部分 同樣的底部往上墊高 還是屬於一個多頭形態 那麼經過連續的大漲之後 連三天拉回 我們說過最重要的是 它守住了彈虹棒的二分之一 可是在這個地方 上禮拜五出現震盪 今天又拉回 如果再次跌破這個重要支撐的話 我認為它很有可能要再一次來回測月線 這時候就要特別的小心了 因為整個形態上來講 多頭感覺上整個局面有受到破壞的情況 所以現在可以發現 這個納薩克跟陸股感覺上並沒有想像中這麼強 只有道琼指數還是維持著一個偏多的格局 那麼我們再看到在加權指數的部分 大家有沒有特別留意到 今天反彈量能偏低 這是一個相當不好的狀況 可是並不是完全沒有機會 過去我們特別講過 反彈的時候可以沒有量 因為代表賣壓並不大 可是如果你要往上來攻擊 這個重要的壓力 還有重要的均線 這時候就必須要真金白銀 一定要量滾量 持續放大才有辦法向上挑戰 今天量能萎縮 明天就要非常重要 明天量能肯定是比今天來的大 那麼接下來的方向就是真正的一個結果 所以今天反彈量說 我認為還是要看最後明後天的成交量 所出現的方向 那麼在這個地方 我們可以看到台指的月線 現在在17030 這也是今天台指最高的位置 所以月線對整個多空來講 具有相當大關鍵的影響 那麼我們上次講過 在7月7號的時候 大家有沒有發現 其實前面也有一次做頭 然後破頸線 但是最後破底翻 那麼說過當時有三個條件 第一個當時價跌量縮 那麼再來出池之外 還有未平常量下滑代表下殺的動能開始減退 最重要還有第三個 外資台指由空翻多 那麼這一次也是一樣 當它出現M頭之後跌破頸線 能不能夠成功的破底翻 我們來看一下 未平常量也是75872來到74523 今天73569的確未平常量下滑 那麼另外一方面 外資今天在期貨的空單也出現減少 甚至轉成進多單 那麼最重要的一點 我們來看一下量能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 我們回來看前面這張圖 這張圖 你可以看當時在這地方 價跌量縮 反彈怎麼樣 量增 但是今天反彈量縮 所以這個地方 我們可以給它醜一 但是如果還是持續沒有量的話 這時候要出現破底翻 基本上我認為難度是比較高 恐怕只是出現所謂的逃命波 所以今天老師說下的標題 才會叫做微量試問 但對我們做指數當中者來講 不管行情是漲是貼都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只要你能夠掌握住當天的機會 如果讓時間回到今天早上8點45分 你能夠跟著我來進場 跟著專業的老師 首先第一筆單 你在8點45分 16849進場做多 在第一波的轉折點 各位在今天16885事前預告的這個壓力點 16849進場16885出場 各位一口單就有36點的價差 反手做空下來 各位這邊也有49點的空間 那麼接下來行情震盪之後 就往上急拉 大家可能都衝進去的情況之下 老師發現到價差瞬間擴大 是難得的好空點 所以在這地方 在進場做空一次 各位17010 接下來行情果然開始出現一個 震盪走跌的情況 這邊也有43點的空間 今天你只要用兩口台紙 跟著我來做當沖 總共就有一次 兩次三次進場的機會 我們不要多 都用最基本的點數來算 總共就有221點的價差 相當於新台幣多少 各位投資朋友 4萬多塊 你今天用兩口台紙做當沖 各位這個報酬率 捲遠超過10個百分點 而且更重要的是 你不需要留倉 不用擔心今天晚上 美國股市是漲是跌 也不用擔心 明天指標股繼續漲 還是繼續跌 漲停跌停 這些都不重要 今天我們打完收工 每天都可以輕輕鬆鬆的睡個大覺 那麼除此之外 我們再看到我們A50特戰隊 今天A50剛才我們講過 它是一個拉回的走勢 我們今天在哪裡進場 9點18分 各位13270的地方 9點18分 進場做空 我要特別強調一次 我們的試駕單一天只出手一趟 絕對沒有第二趟 也不會有第三趟 你所看到都是會員 當天唯一的進場 而且每個人的價位保證一樣 那麼今天進場之後 你可以看到 我們今天盤前所預告的 轉折支撐點 就是在這個最低點的位置 13175在9點32分 今天9點18分 13270跟著我們放空 各位在32分 短短的14分鐘之內 一口單多少 95點 那麼接下來反彈這一波上來 各位 大概都有10分鐘不到的時間 又有69點反彈的一個價差 今天只要跟著我們用10口A50來操作 總共就有機會賺到1450點 1450點相當於新台幣45000塊 那麼我們來看看 今天早上我們會員就收到這兩個call訊 一個在8點56分開盤之前 預告的支撐點 也是唯一一個支撐 跟唯一一道壓力 那麼9點01分 我們所預判的突破點 跟我們預判的往上突破 往下突破的點位 今天跌破13270放空 所以兩個call訊都是事前預告 你收到之後 只要看得懂中文 按表操課 根本連盯盤都不用盯 今天就能夠賺到1000多點的價差 那麼當充天堂A50 一次失口效果顯著 一天一趟控制風險 跟著我操作一次失口單 保證金只要新台幣30萬 一天只做一趟嚴格控制風險 絕對不留倉 絕對撥號單 沒有跳空補保證金的問題 現在88節我們父親節專案 當充撥斷一路發8加8 各位投資朋友 買8個月送8個月 不管當充還是撥斷 讓你能夠一手掌握 如果過去你覺得參加投庫 好像費用很高 這個時候最是搶便宜的好機會 買8個月送8個月 就是為了大家 能夠好好的過個父親節 然後接下來掌握 所有能夠賺錢的機會 行情變化萬千 決勝彈指之間 讓我用最專的方式 帶你成為市場上的贏家 市場一直都在 行情天天都有 只要保持對交易的熱情 你隨時都有機會 能夠東山再起 歡迎你打電話進來 加入我們的行列 就祝大家天天做期貨 天天有收穫 我們下次見 燈 Reach yo -ub-グr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